这个星期跟大家一起聚会做一些探讨 有听到教会的主事 负责人弟兄姐妹的见证 有听到一些教会里面的负责人的 一些德行节目的一些见证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 祝福我们大家很多 祝福我们大家都很多 听一听我们真书教会传到香港 已经有75年的历史了 听一听我们真书教会传到来香港 已经有75年的历史 有很多很感人的见证 发生在我们中间教会里面 有很多很感人的见证 发生在我们的教会中间 所以小弟听了也非常高兴 所以小弟听了之后都非常高兴 尤其早期来到香港 我们在座有很多长辈 也非常用心努力 尤其在座有很多长辈 早期来到香港的时候都非常努力 留下了美好的典范 让我们年轻的学习学习 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典范 让我们年轻的可以去学习 看到很多神同工的见证 看到很多神同工的见证 如果有了神的同工 如果有了神的同工 我们在很多事情里面 会觉得清神 我们会在很多事情上面 清神就是 就会觉得很轻散 就是不会有太多的重担 让我们觉得主为我们当当 跟我们一起走过 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 要拯救人的灵魂生命 并不是用人的意思来决定 而保罗他做见证这样说 我们请看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在这里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说 这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说 因为哥林多教会 在服侍主的工作里面 有很多缺陷 因为哥林多教会 在服侍主的事上面 有很多的缺陷 尤其结党纷争的事情很多 尤其是结党纷争的事情很多 有的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有的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有的人说 我属彼得 没有人说 我属亚波罗 也有人说 我是属亚波罗的 也有一批认为 自己非常属灵 属基督党的 也有些人觉得 自己非常属灵 是属基督党的 神的教会 怎么可以分离我分裂呢 但是神的教会 怎么可以分离我分裂呢 所以我们从 第一章看到第四章 所以我们从第一章 看到第四章 保罗在第四章二十节里面 保罗在第一章的二十节里面 普罗别这样强调 神的国不在乎 人的言语 神的国乃在乎 神的权能 神的国乃在乎 神的权能 如果我们要与神同工 一定要了解这一点 昨天在西区教会 今天在香港教会 我发现大家很喜欢祷告 我发现大家都很喜欢祷告 这是一件好事 除了要坚守神吩咐的道理以外 除了要坚守神所吩咐的道理之外 再来就是要用心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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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体会 与神同工的好处 就可以体会到与神同工的好处 在乎神的同工 其实就是你我大家 服事主圣工的一个原则 因为我们将来每一个人 要在基督的审办台前来接受审办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将来都会在基督的台前 接受基督的审办 我们的一个原则 就是要与神同工 我们的一个原则 就是要与神同工 自然的就会看到 神在我们中间的见证 就自然可以看到神 在我们中间的见证 我们就分做以下几点 我们就分做以下的几点 来谈一谈 来讲一讲 为什么要与神同工 为什么要与神同工 首先就讲要与神同工的原因 首先就讲要与神同工的原因 我们请看 克林多前书的第三章 我们请看很多前书的第三章 第三章的八节 第三章的八节 第八节 栽种和交换的都是一样 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赏赐 第九节 第九节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在这里保罗也一再要来处理 教会纷争的问题 这个保罗也要一再来处理 教会纷争的问题 亚波罗是年轻的一辈 亚波罗是属于年轻的一辈 他非常有口才 他非常有口才 讲到有力量 他讲到有力量 但是长辈保罗 他的恩赐更多 自然在教会就会有欣赏的对象 所以有的欣赏亚波罗 有的人欣赏亚波罗 有的人欣赏保罗 有的人欣赏保罗 但保罗在这里这样说 保罗在这里这样说 保罗说我杀种 保罗说我杀种 那亚波罗交官 亚波罗交官 杀种他是有开脱不达的一种恩赐 杀种就是有开拓报道的恩赐 交官的亚波罗他是有牧羊训练这种恩赐 而交官的亚波罗是有牧羊培训的恩赐 第八节保罗就说 杀种或交官的恩赐都是一样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 但有一点要注意 八节下半段说的那句话 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赏识 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识 你有努力参与圣工 你有努力去参与圣工 那个就是你的自己的功夫 那个就是你自己的功夫 你把信仰能够做得很好 你把信仰做得很好 那是你自己的努力 那个就是你自己的努力 但不要忘了将来要从神那边得到赏识 所以这个努力的功夫不可以忘记 所以努力的功夫是不可以忘记 那九节保罗就这样说 他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他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我们在神面前 都是软弱不足的 都是软弱不足的 所以我们要努力与神同工 所以我们就要努力与神同工 我们尽到这个本分 我们尽了这个本分 神自然就与我们同工 神就自然会与我们同工 你如果灵修得好 如果你灵修着得好 你走到哪里 神与你同在 你去到哪里 神与你同在 这是一个很必然的趋势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你都不努力做好 神要怎么跟你同工 神怎么跟你同工 要怎么跟你同在 我们看到那个约瑟 他拒绝了主人太太的诱惑 他大声呼叫说 我怎能做这恶事得罪神 他大声来的呼叫 我怎能作这大恶来得罪神 我们看到 他在埃及 但神与他同在 我们看到他在埃及大神 与他同在 他非常有聪明能力 他非常有聪明能力 他努力坚守他的信仰 能够立志不患罪 能够立志不患罪 所以神才与他同在 所以神才与他同在 所以这个努力的过程 所以努力的过程 是你我大家一定要付出的 是你跟我大家都要付出的 所以保罗说 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所以保罗说 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为什么我们要与神同工呢 那为什么我们要与神同工呢 有三个原因 有三个原因 我们请看九节下半段 请看第九节的下半段 下半段这里说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下半个这里说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记得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我们要记得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我们的一生只能让神 在我们身上这块田地来做工 我们一生只能够让神 在我们身上做工 不要让恶事坏的情欲 在我们身上做工 不要让恶事坏的情欲 在我们身上做工 我们要成为神一块两田 我们要成为神一块两田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因为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 因为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 九节最后一句话这样讲 在灵里面 我们就是主建造的一个宫殿 我们就是神所建造的一个宫殿 所以我们不能毁坏这个宫殿 所以我们不能毁坏这个宫殿 保罗也这样说 我们也这样说 谁毁坏这个圣殿 神就毁坏那个人 这个人毁坏这个圣殿 神就要毁坏这个人 我们领受主的救恩 神的圣灵我们也领受了 让神的真理也进入我们心里面 我们这个个人就是神的圣殿 我们这个个人就是神的圣殿 你就不能让祂再玷污 你就不能再让祂颠污 你不能毁坏这个殿 你毁坏这个殿 你毁坏这个殿 神也要拒绝毁坏你 神也会来毁坏你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我们请看 以弗所书 来请看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第十节 第十节 二章的十节 二章十节 第十节 我们愿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在这里保罗 面对以弗所教会又这样说 在这里保罗面对以弗所教会又这样说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就是神的工作 我们在有什么样的智慧能力或一切的什么 其实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 其实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 我们能做得好也是本分 我们可以做得好也是本分 我们本来就是主的工作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主的工作 我们的目的要荣耀祂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祂 所以这样看来 所以这样看来 这三个原因 值得让我们要努力做好与神同工的原因 值得成为要让我们做好与神同工的一个原因 你想到这三个原因 你想到这三个原因 你就会知道要努力与神同工 你就会知道要努力与神同工 我们看到长辈对主的真定的信仰 就看出他们过去也这样努力过 我们见到长辈对主的这种好的信仰 我们就知道他们以前有努力过 我们再来看诗篇的119篇 我们再来看诗篇的119篇 119篇的73节 诗篇119篇 119篇73节 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 求你赐我五星 可以学习你的命令 这里又再一次的 更加清楚的这样告诉我们 要再一次更加清楚的跟我们说 神的手制造我们 神创造宇宙万物之后 神创造宇宙万物之后 创造了我们人类 就创造了我们人类 有时候你可以想想看看你自己 站在镜子面前 站在一块镜子的前面 我记得 有时候洗澡看看镜子会想 为什么鼻子一定要在这个位置 放到别的地方不是也可以吗 不是可以放在另一个位置吗 或者把鼻子的孔往上 不是倒着 或者鼻孔向上不是向下 可是洗澡的话 那个水都一直进去了 眼眉毛放在那边也很奇妙 眼眉毛放在那边也很奇妙 你就会发现每一个器官都很奇妙 你都会发现每一个器官都很奇妙 但是神就是用祂的话说有 造就有 但是神就是用祂的话说有 说造就有了 如果你现在很热 如果你现在觉得很意 想吃个冰 想吃一块冰 那你说现在冰出来 有办法出来吗 没办法出来 如果你坐在这里说 现在一块冰出来 有没有冰出来 是没有的 神造的非常奇妙 神造的真的非常奇妙 所以这里说神的手制造我 所以这里说神的手制造我 建立我 建立我 让我有聪明物性 可以学习神的话 可以学习神的话 这是一个福气恩典 所以我们这样看来 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 我们真的要学会 怎么样以这位造物主来同工 我们真的要学会 如何去和这个种物主同工 那第二个方向我们要谈的 第二个方向我们要讲的 就是与神同工 要至少注意两件事 要与神同工 最少要注意两件事 如果不注意 如果不注意的话 你的做法会偏差 你的做法就会偏差 你的心态会不对 你的心态会不对 你的精神会有问题 你的精神会有问题 做两件事 这两件事 第一件 我们来看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第三章的十节 第三章是第十节 我照神所吸我的恩 好象一个聪明的公头 立好要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个人要谨慎 怎样在上面建造 十一节 十一节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在十节这里面告诉我们 在第十节 这个告诉我们 我们能够服侍主 我们可以去服侍主 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机会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机会 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聪明的公头 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聪明的公头 在原文里面 其实它翻成熟练的公头 在原文里面 其实是翻译成熟练的公体 你原先不会 你原先不会做 那你慢慢慢慢就学会 你慢慢慢慢就学会 后来就老练熟练了 后来就会老练熟练 这一件圣工的做法 你就学会 这一件圣工的做法 你就会学会 所以用熟练来解会比较贴切 所以如果用熟练来解会比较贴切 这里谈到有一点 这里讲到有一点 我们与神同工 要注意的第一件事 这里说我们与神同工 要注意的第一件事 我们是站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 来做工 我们是站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 来做工 我们不是站在自己的根基上面 我们不是站在自己的根基上面 这个根基耶稣已经立好了 这个根基耶稣已经立好了 他用他的真理和圣灵建设好了 他用他的真理和圣灵建设好了 也用他十架救恩为我们铺好了 也用他的十字架救恩为我们铺好了 所以我们要清楚了解 我们要与神同工是站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 我们要与神同工是要站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 如果做圣工还不了解这一点 如果做圣工都不了解这一点 那你的服事有问题 那你的服事就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看到十二节以下 所以我们看到十二节以后 这里有人用金或不同的材料 来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 那十三节十四节 这里看到有两种工程 一种是属神的属灵工程 一种是属神属灵的工程 一种是属人的工程 一种是属人的工程 十三节这里说有火发现 就是讲将来主耶稣要审判 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工程 就是将来主耶稣要审判 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工程 如果人的工程会被烧毁了 如果人的工程会被烧毁 如果是坐在耶稣基督根基上面的属灵工程 如果是坐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属灵工程 你所做的付出神会纪念 你所付出的神都会纪念 神会按你所做的工给你赏赐 神就会按你所做的工给你赏赐 所以这是与神同工要注意的第一件事 所以这个就是与神同工要注意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们请看菲律比书第四章 我们请看菲律比书第四章 菲律比书的第四章 菲律比书第四章 第四章的第二节 第四章的第二节 四章二节 我劝有阿爹和崇都基要在主里同心 第二节这里说 第二节这里说 要在主里面同心 要在主里面同心 保罗在菲律比书里面特别强调同心的问题 保罗在菲律比书特别强调同心的问题 菲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间教会 可以说是保罗喜欢的其中一间教会 可以说是保罗喜欢的其中一间教会 它是一个有喜乐和耶稣基督生命的教会 它是一间有喜乐和耶稣基督生命的教会 他们资助保罗在福音工作上 一个很好的援助 他们是保罗在福音工作上 一个很好的援助 但在这里我们看到 但在这里我们看到 保罗说 教会有两个姐妹 保罗教会里面有两个姐妹 劝勉要在主里面同心 劝勉他们要在主里面同心 有阿爹和崇都基都是姐妹 他们分别都对主很热心 他们分别都对主很热心 但是两个人不和 但两个人不和 这个已经造成教会的困扰了 这个已经造成教会的困扰了 所以保罗就特别是 福利比书信来劝劝这两位姐妹 所以保罗就特别写 肥勒比的书信来劝劝 要他们在主里面同心 那能够在主里面同心的人 可以在主里面同心的人 第三节最后一句话说 名字要记在身 主耶稣的生命之上 所以第二件要与神同工注意的事情 就是强调在主里面同心 就是强调要在主里面同心 因为主的缘故 因为主的缘故 我们同心 因为主的工作 因为主的工作 我们要一样的心思意念 来努力发展教会的成功 因为是做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 所以同心真的要有心来建立 所以要与神同工 要与神同工 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第三个方向 我们现在就来讲讲第三个方向 我们常说要与神同工 我们常说要与神同工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有一个弟兄曾经这样告诉我 有一个弟兄曾经这样跟我说 他说田传道 他说田传道 我顺服主义书没有问题 我顺服主义书没有问题 如果人的话 我要看情形 如果人的话 我就要看情形 讲到这里 到底他要讲什么 我还听不太来 他说到这里 究竟他想讲什么 我都不明白 后来他就讲 我也问 那你说人要看情形 是什么意思 我只要问一下 你刚才说人要看情形 是什么事 他说如果别人讲我一句 他说如果别人讲我一句 我马上回他十句 我就马上回他十句 因为他不是神是人 因为他不是神 他是人 人我没有问题 神我没有问题 我爱主 我爱主 顺服主 我顺服主 不这样讲就不太对了 但他这样说就不是太对了 为什么这样说 为什么他要这样说 你眼前的弟兄 你都不会用道理去爱他了 你眼前的弟兄 你都不会用道理来爱他 那怎么可能会去爱那个 肉眼看不见的主 所以就跟他劝一劝 所以就劝一下他 对 你这样不对 你这样做不对 你要爱主没有错 你爱主是没有错的 但是你要行道行出来 但你要行到真的行出来 你眼前的做得出来 就是爱主的现象 你眼前可以做得出来 就是爱主的现象 绝书这样说 你们遵循我的命令 就是爱我 你们遵行我的命令 就是爱我 那你说你爱主 你说你爱主 但是你对人不好 不照主的道理为主发光 不照主的道理去为主发光 你这个爱主是有问题的 那你这个爱主都有问题 甚至说是一种骗人的 甚至可以说是骗人的 所以谈到要与主同功 所以说到要与主同功 那我们要先做一件事 要先与人同功 就是要先与人同功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你接受救恩的洗礼 我也接受救恩的洗礼 你接受救恩的洗礼 你我大家在神面前 都有神赏识的一条灵魂生命 你我大家在神的面前 都有神所赐的一个灵魂生命 我们将来都要得救 我们将来都要得救 所以我要与神同功 你就要先学会跟人同功 所以如果你要与神同功 你就要先学会去与人同功 问题是要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 做好同功的这个见证 问题就是要在什么事情上面 做好同功 这个就是我们第三个方向要谈的 这个就是我们第三个方向要去讲的 到底要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 与神同功 到底要在什么事情上面与神同功 第一 要在真理上面 同功 请看以福所书第四章 请看以福所书第四章 以福所书第四章 以福所书第四章 十二节 十二节 以福所书四章十二节 为要承传圣征 各尽其职 结立基督的身体 十三节 十三节 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可以了解 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人 从神领受的恩赐也不太一样 从神那里领受的恩赐也不太一样 这都没关系 这个都不重要 但是要尽本分 但就是要尽本分 目的为了要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 那有一个原则不能忽略 有一个原则不能忽略 这里说要众人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 这里说要众人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 也就是要在真理上面 要有一样的努力学习 就是说要在真理上面有一样的努力 和一样的从神那里领受得救的福音真理 和一样的从神那里领受得救的福音真理 然后在神的道理上面长大 才能够把耶稣基督的身体 就是教会的成长 那么才可以让耶稣基督的身体 就是教会的成长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我有一次到一个国家 我一次去一个国家 十多年前 已经是十几年前 去帮忙圣工 我觉得那个国家 有一个教会很奇怪 我觉得那个国家里面 有一间教会很奇怪 他们要我上台领会 他们要我上台领会 但是我看不到那个翻译的人 但我见不到那个翻译的人 我以为翻译的人还没来 我以为翻译的人还没来 他个子比较小 他比较矮 唱诗祷告完 我始终看不到他 唱诗祈祷愿望都见不到他 他站在哪里 他站在哪里 讲台下面 他站在港台下面 那个讲台很高 那个讲台很高 又很大 又很大 那我站在讲台右边 我站在港台的右边 我想说翻译的没来 干脆我要站中间 结果教会有一个年纪大的 在下面 不对了 他手这样比 要我站右边 结果教会里面 有一个年纪比较大 就说不对 他用手绳说 你应该站在那边 那个感觉很像法庭 所以我感觉就好像法庭 法官在上面 那个书记在下面 法官在上面 书记在下面 哇 那讲到完了 讲到完了 唱诗祷告 唱诗祷告 结果我才发现 那个讲台后面 最后我才发现 原来在港台后面 有很多瓶子 有很多个瓶 里面装什么油 我不知道 里面装了些什么 我都不知道 奇怪 怎么讲台后面 有这种瓶子 很奇怪 为什么在港台 后面有这样的瓶子 下来的时候我就问 这样下来 我就问了 问一个执事 问一个执事 那个瓶子干什么 放在那里 那些瓶 为什么要摆在那里 那个要吸收 属灵的灵器 那个要拿来 吸收属灵的灵器 就是传到祷告 比较有力 灵器比较多 哎呀 旧约 那个橄榄油 那个膏油 是预表的圣灵 所以到了新约族的恩典时代 哪里还要找一个 替代的油 放在手上 然后要医治人 不是这样的了 所以在新约 恩典的时代 怎么会需要 拿些油 放在上面 来医治病 要讲到我就针对这方面的真理 跟他们谈了 所以在下午的正度里面 我就针对这方面来跟他们讲 我在等啊 是不是有人要跟我谈一谈呢 我在等会不会有人来跟我讲 没有耶 是没有的 大家都说感谢主啊 大家都说感谢主 过了两年 我再去那个教会 过了两年之后 我再去那间教会 那些东西都不见了 那些东西就不见了 感谢主 感谢主 原来在那件事之前 圣经没有规定的 他们随便规定啊 圣经没有规定的 他们都随便规定啊 这不得了耶 这个是不得了的 道理上面没有长大 在道理上面没有长大 那这样的教会 神怎么会同工呢 这样的教会 神怎么会同工呢 神的教会 要用神的真理来做 神的教会 就要用神的真理来做 圣经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圣经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圣经外没有 都不要随便花名 圣经以外没有的 我们不要随便发明 我们的原则是这样 我们的原则就是这样 两年后我再去 我就跟他们说 哇你们改变了 太好了 两年之后我再去 我就说 感谢主你们改变太好了 有那个长官就跟我说 对不起 以前我们不太清楚 那个长官就跟我说 对不起 因为我们以前 不是这么清楚 就是说开他们的心 了解了圣经的真理 了解圣经的真理 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学习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你道理不明白 道理不明白 很麻烦 就会很麻烦 有一个目到朋友 有一个磨道朋友 他吸毒 吸毒 吸毒的人很可怜 吸毒的人很可怜 比很多坏习惯还不好 比很多坏习惯更加不好 会很痛苦 想要吸就要抢 要杀 要偷 他想吸毒的时候 就会去抢 去偷 他来教会磨道 有一次又想吸 有一次他又想去吸毒 大家为他祷告 大家都为他祷告 他很忍耐 他很难忍耐 他也祷告 他也在祷告 结果不错 也度过了 结果都不错 可以度过了 那我出国去协助圣工 我出国去协助圣工 那回来 我又再去看他 回来之后 我再去看他 一到那边 他怎么喝酒了 一去到那边 看到他怎么会喝酒 喝得最醇醇 还喝得最醇醇 所以我看了以后就走了 因为酒醉不好讲话 我看完 见到他这样子之后 我就走了 因为他醉醉醇 我看他睡在客厅 我见到他在客厅 我一天早上很早 我就去看 有一天早上 很早我就去看他 他醒过来了 他醒过来了 那个酒精已经不见了 酒精已经没了 就问他 你为什么现在喝酒呢 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现在喝酒呢 他说有一个信徒 跟我这样讲 跟我这样讲 因为他也是出于好意了 因为他也是出于好意的 因为那个吸毒 想吸不吸就很痛苦 一直毒 因为要吸毒 一毒瘾化妆 常常不能吸毒 为了要麻痹自己 为了要麻痹自己 那个信徒怎么跟他讲 那个吸毒 那个很贵 吸毒的毒品很贵 会请家荡产 会请家荡产 你喝酒 一瓶酒 很便宜 你喝酒 一瓶的酒瓶 我们的钱 大概也有几块钱 可以去买到一瓶 我们用几元就已经可以买到一瓶酒了 他说喝酒可以了 他说喝酒可以的 所以他就喝酒了 喝到醉醺醺了 喝到醉醺醺了 我就跟他讲不对了 圣经没有这样讲了 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 我就问他是哪一个教你这样做 我就问是哪一个教你这样做 他告诉我是某某某 他就告诉我是某某某 所以我就跑去找那个某某某 我就找那个某某某了 所以你为什么要这样教 我问为什么你这样教他呢 圣经哪里有地方这样写 圣经里面哪有这样写 有写你告诉我 有写你就告诉我 他脸很红耶 他发脸都红了 传道对不起啦 传道对不起啦 刚好我们去看他发作很痛苦 所以啊 就赶快用酒灌他 就告诉他你也会喝酒就好了 因为我们刚刚去见到他的时候 他毒瘾发作很痛苦 你就用酒灌他了 你在害他 你在害他 你不是用真理救他 你不是用真理救他 神怎么会拯救他呢 神怎么会拯救他呢 神的工作怎么会在他身上显明呢 神的工作怎么会在他身上显明呢 你不照真理走嘛 你都不是照着真理的行 你这样神将来要审判啊 将来这样神就会审判你 问他那你要怎么办 他也很聪明耶 他也很聪明 他年纪比较大啊 他年纪比我大啊 所以不一定大就懂道理啊 所以不一定的年纪大就懂道理啊 你是用心要学道理那才是真的啊 要用心来到学道理才是真的啊 他是很热心 他是很熱心 但是这一方面的道理稍微淺了一点 但是这一方面的道理稍微淺了一点 我问他你要怎么办 我问他你会怎么办呢 他笑一笑跟我这样讲 他笑一笑跟我这样讲 神的 他说传道 我要悔改啊 我要悔改 很聪明耶 他说要悔改啊 他很聪明 他说要悔改 我们一起祷告啊 我们悔改我们一起祷告 所以我们是在笑声中祷告 他真的改了 所以我们在笑声当中 他真的改了 他改了以后 他后来很会带目道者来信主 他改了之后 后来就很懂得带目道者来信主 他成长得很快 他知道错误赶快改啊 他知道自己有错就立刻改啊 要回归在真理里面 要回归去到真理的里面 真是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他改正我得到了一个好同工 他改正之后 我就得到一个好同工 我会看到神跟他同工 我都见到神跟他同工 很好啊 好好 第二点 要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 与神同工呢 要在什么事情上面与神同工呢 要在恩赐上面与神同工 要在恩赐上面与神同工 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 第十二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十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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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在查考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十二章到十四章里面 都在谈属灵的恩事 十二章里面讲到很多种的属灵恩事 十三十四那里谈到最大的恩事就是爱 十二节这里说 耶稣基督是一个 他的身体也是一个 但是有许多的肢体 每一个肢体都从神那边领受恩事 自己虽然很多 虽然教会有很多的人 但是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还是一个一 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都是一个一 所以这种合一团结很重要 这是神要我们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们有领受到特殊恩事 请不要骄傲 所以我们有领受特殊 因此的请大家不要骄傲 每一个教会圣工都要有人做 每一样教会圣工都需要有人去做 人人有圣工做 人人有圣工做 这是一个最理想的教会发展 这个就是一个最理想的教会发展 所以恩事要搭配 所以因此是需要去搭配 恩事不能比较 因此是不能去比较 比如说我们的舌头 比如说我们的舌尼 不能笑我们的牙齿 不能笑我们的牙 有时候牙齿也会咬舌头 有时候牙都会咬到舌尼 我们吃东西不小心也会咬到 我们吃东西不小心也会咬到 所以我们在教会也一样 弟兄姐妹彼此要互相搭配 要在恩事上面同工 你不能因为你会这个恩事 笑别人没有这个恩事 你不可以因为你自己有这个恩事 就笑其他人没有这样的恩事 或许别人有的恩事我们没有 要互相搭配 第三点 要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同工 要在祷告的事情上面同工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 使徒行传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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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的十四节 一章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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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这样说 当主耶稣死而复活显现 在第四节这里主耶稣交代 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 这些人看着耶稣升天 这些人看着耶稣升天 十四节 他们真的就在一个地方 同心合意祷告神 他们就真的在一个地方 同心合意来祷告神 有多少个人在一起 同心合意祷告神 那有多少个人 同心合意来祷告神 十五节这里说 这里有一百二十个人 真的到了第二章 真的去到第二章 圣灵就临到他们中间了 从第二章以后 由第二章之后 使徒们就开始勇敢的宣传主的见证 使徒们就开始勇敢来宣传主的见证 到了第八章 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 为了这一件这样的逼迫 尸体凡他也训道了 后来为了这些逼迫 尸体凡也都伸道 后来耶路撒冷的信徒 就分散在各地区 后来耶路撒冷的信徒 就分散各地 但是分散各地区 神的工作一直兴旺 但是分散去到各地 神的工作依然继续兴旺 看到了神的同工 首先在十一章 外邦头一个安提二教会被建立 直到十三章以后 我们发现福音开始传到地区 这就是在祷告上面同工 显出了圣灵的见证来 所以不要少看祷告中的圣灵的能力 都有神的力量在里面 那再来要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 来同工呢? 再来要在什么事情上面 与神同工呢? 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十章 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十章 第十章的三十九节 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九节 三十九节 三十九节 这里讲我们是指已经受死信主的人 我们不需要退后入沉沦的那些人 我们乃是要有信心以至灵魂夺救的人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要在独救的事情上面同工 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时候 他提到一点 你们不要相咬相吞 免得彼此灭亡 我们不但不要这样做 我们反而要在独救灵魂独救的事情上面同工 想到这里 看到任何弟兄姐妹 或者目到朋友 我都来不及了 哪里还要去伤害他们 应该要用这样的心思来去面对任何一种人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 有一次在安息日上午领会的时候 唱诗祷告完 我就站起来开始要讲道 我就站起来准备要讲道 我一看到有五六个人我不认识 我一看到有五六个人我不认识 都是一些太太 都是你的太太 那最后唱诗了 他们的唱诗也很特别 我不认识我就觉得应该不是信徒了 我不认识他们 我就觉得应该不是信徒 唱诗很甜的感觉 唱诗很甜的感觉 我们唱那个扎美诗 他看得懂那个字 这样很甜 他看得明白我们唱的扎美诗 他就觉得很甜的感觉 他们的内容都吃到心里面去了 所以在最后祷告我就注意了 所以在最后祷告我就注意他们 祷告一半我就看一下 他们都趴在地上 他都是趴在地上 我还特别跑去听 他一直讲话 也是蛮虔诚的 所以我很确定 那五六位不是我们教会的人 所以聚会完就介绍一下 邀请他们一起吃中餐 我们的负责人也很用心 既然做负责人 要懂得跟人 和不认识的人打打招呼 因为你做负责人 很多事你要负责 不要来了 结束就跑掉了 你的用心神知道 你看一看 不认识后软弱的打个招呼 他以后都喜欢来 你去看一看那些软弱 或者是未信的 你都很喜欢你了 不要来的时候哭啊 什么都不理这样不好 不要来的时候哭 就什么都不理 我们主耶稣没有那么哭 他连小孩子都亲近 他连小朋友都会亲近 老人家也亲近 外邦人也亲近 外邦人也会亲近 犯罪的人也亲近辅导他们 要他们悔改 主耶稣这样做啊 所以我们要靠着主耶稣的权能 感谢主啊 后来负责人安排 就是负责人传道 跟他们五六位同意做吃饭 后来负责人就安排 有的是摩门教的 有的是佛教的 有的是佛教的 有的是那个香港贵格会的 有的是香港贵格会的 我们那个贵格会的教会牧师 是香港人派去的 贵格会的牧师是香港那边派过去的 那我问 为什么你们会想要来真学教会呢 那我就问他们 别人都在说你们真学教会 走模样 走模样 因为其他人都说你们真学教会 怎样怎样 不喜欢跟别人来往 不喜欢跟别人来往 但是我们这些人 但我们这些人 想一想 想一想 还是要来真学教会 看一看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可怕 就过来坐在那边 到底也听得很清楚 我也翻到哪里 圣经都很认证翻 我看到有一个六十几岁 还在做笔记 可能在看我们哪里讲错 可能写下我们哪里讲错 很用心地去写 后来 他们说 刚开始决定的时候很怕 他们说 五六个人经过教会门口 他们要进去 后来又怕 后来想进去的时候 但是又怕又回头 连续两三次才决定 硬着头皮 进到我们教会 连续两三次才硬着头皮 决定要进来我们教会 就是刚好那天早上来了 后来 吃饱饭 他们就要求 他们就要求 说 牧师啊 我们可以跟你们 跟你谈一谈圣经道理吗 我说牧师啊 我们可不可以跟你一起 聊讲圣经的道理 因为他们 大部分都称牧师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称牧师 我们教会是称传道 我们教会是称传道 可以啊 我说可以 不如用你的圣经好了 不如用你的圣经 他们圣经就打开 我吓了一跳 他的圣经至少用不同的笔画 四个颜色 他们的圣经至少用不同的颜色 或者四个颜色 我从创世纪随便换一换 至少看四遍 我们想想我们自己 你从受洗到现在 你看了几遍 你又受洗到现在 你圣经看了多少次 没有得到圣灵的人 也认真看圣经 没有得到圣灵的人 都很认真 哎呀 他们准备了很多问题 他们准备了很多问题 我们从十一点半 开始谈圣经的问题 谈到下午一点四十五分 我们由十一点半 讲圣经的道理 讲到下午的一点九 哎呀 他们准备了很多 他们准备了很多 一个问题弄好了 我明白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明白了 又再问一个 一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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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一点四十五分 我说 哎 要聚会前的领修祷告 后来去到1点45分的时间 我就说 要做聚会前的领修工作 他们五六个又跟我说 我们可以再参加下午的聚会吗 那五六个人就跟我说 我们可不可以参加聚会呢 我说可以 哇 感谢主啊 原来他们聚会参加了早上 晚了就跑了 因为他们原本计划 就是参加完早上的聚会 哎呀 奇妙事就发生了 我们忠心传讲神的话 我们忠心传讲神的话 哎呀 在最后祷告 他们好几个就看了一项 在最后祷告 他们有好几个就看了一项 看到主耶稣 看到天使 看到天使 每一次来都很早就开始祷告 每一次来都很早就开始祷告 告诉他们 你们的那个方法 祷告 暂时不要用 用我们教会的 就跟他们说 你们暂时不要用自己的祷告方法 用我们教会的方法来祷告 耶稣的宝水 有一个看到天开了 生命水很透彻 直接浇到我们洗礼场 有一个看到天开了 主的宝雪从天空一直流顺着河水 流到我们洗礼的地方 主的保育 由天上面一直流流到我们洗礼的地方 有一个看到异象 有一个看到异象 进去受洗的人整身黑衣服 有去受洗的人本身穿着黑色的衣服 其实他们穿的不是黑衣服 其实他们不是穿黑色的衣服 就变成很结白的衣服 连人都很透明 感谢主耶 感谢主耶 哇 受洗的 结束 他们那几个赶快讲耶 做见证耶 洗礼完了之后 他们就立刻在这里 他们每一个在别的教会 都是非常热心耶 他们每一个人在他们各自的教会里面 会绝食同工耶 绝食同工耶 我们算什么 我们算什么 我们看起来也没有做到什么 我们看起来也没有做到什么 忠心讲道理 忠心讲道理 认真祷告 多一份关心而已 主耶稣就动工了 主耶稣就动工了 所以我们要这样做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做 很明显 主的同工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有力量 感谢主 他们过了半年才受洗 他们过了半年才受洗 每一个人都很会服侍主 这是个奇妙的见证 所以我们一定要与神同工 所以我们一定要与神同工 如果我们能努力这样做到 如果我们可以努力这样做到 神就把得救的人 天天赐给我们的教会 神就将得救的人 天天赐给我们的教会 就会体会到 在十足形状第二章的 教会发展的见证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 282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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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